欢迎收看宏观热点 我是刘洪 香港走上富长之路后 各项民生经济对外交往数据起稳回升 那么外界期待进一步激发香港经济社会活力 下面我们来连线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香港立法会议员 香港中立协会创会会长陈曼奇 听听他的意见和建议 陈曼奇议员您好 您好 您好 随着香港逐渐复长 您认为在港澳台地区中 香港营商环境的优势在哪里呢 那么未来香港应如何利用自身优势 创造更加优质的营商环境呢 香港的优势肯定是背靠祖国 连通世界 那么要怎么做才行呢 第一我们要注意到是 香港是国家唯一的地方 普通法制优势 因为这个法律支撑 国制法律的支撑 就是对着我们国家各方面的发展 就是扩大对外的这个改革 创新也很重要是什么 其实法律方面 就是我们香港怎么有什么优势了 就是打造 就是香港作为国家的国际法律 还有争议解决中心 那么在我们全国以内 就是其实宗裁就是一个跨地区 跨时空 就是规则对接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让就是香港 澳门 内地还有台湾 都共同找一个切入点 解决一些国际民上市纠纷 那么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打通我们全国这个地方 不同的法律的体系 就是也有帮助到香港 澳门还有台湾 融入我们国家发展带局 很重要的是讲什么了 因为我们香港需要打造成为 国际法律及纠纷解决中心 那么其实这个又可以就是提升 台湾 香港 内地 澳门的这个交流 还有有什么纠纷 就是民上市纠纷 也可以很和平的解决 这个提升我们就是国内 还有市外的影响环境了 都是非常好的 作为中律协创会会长 香港资深律师 您近日一直在推动港澳台法律建设 那么能否具体介绍一下呢 好的 其实我从内地先开始讲 因为我们内地的仲裁的高升科技 已经打造得非常好 就是ODL平台 线上一站是纠纷解决机制 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国家这个技术 然后打造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就是什么 有香港 有澳门 也有台湾 也有内地 这样子的话 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完完全全的 让大家规则对接的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